来自东都决散的一段视频显示,在中共铁拳镇压下维吾尔妇女所面临的困境,由于中共政府在东都决散任意逮捕和拘留数百万成年男子,无助的维吾尔妇女被迫承担家庭负担,并被迫从事严重的体力劳动。 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据称是从东都决散拍摄,显示了一名维吾尔族妇女在屠宰场用铁链上锁的刀子卖肉。 众所周知,维吾尔族妇女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汽车维修和工厂工作,一方面这暴露了中国对维吾尔族妇女的压迫,另一方面生动地反映了东都决散的局势。 在中国对东都决散的镇压越引越烈之际,来自39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北京当局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 土耳其没有签署这39个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其中大多数是西方国家,这激起了土耳其各界的愤慨。 一位土耳其国会议员问外交部长为什么土耳其没有加入39个国家签署共同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 土耳其幸福党议员阿波多卡迪尔·卡拉多曼在写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庶面提问中问道, 土耳其针对对东都决散的暴行持何态度? 在维吾尔问题上是否有任何未与公众共享的外交手段? 为什么土耳其没有签署批评中国的联合声明? 土耳其不对东都决散发生的事情做出明确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日本前首相安培金三先生于11月7日在日本国会大厦的办公室 接见了日本维吾尔协会主席阿波多·克林·阿波多拉曼博士 委员哈尔·马特·罗扎鸿先生 古利丹·阿奇子女士和市委会助人代表伊拉姆·马赫姆提先生 日本维吾尔协会理事会成员哈尔·马特·罗扎鸿先生说 这次会议非常富有成果 并说维吾尔代表团向安培金三先生介绍了维吾尔人目前的处境 包括其亲属的情况 据报道 在担任首相期间 安培金三在与中国当局的多次会晤中提出了维吾尔族问题 英国议会的国防委员会周四指出 有明确证据显示华为与中国政府传统勾结 并称英国可能需要比原先计划更早移除所有华为设备 英国首相约翰逊7月下令 在2027年底之前彻底清除5G网络中的华为设备 国防委员会并未详细说明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性质 但指出已见到华为与中国共产党体系穿通的明确证据 华为称这份报告缺乏公信力 这是出于意见而非事实 华为一名发言人称 英国议会这次调查的证据来自学者 网络安全专家和电信行业内部人士提供的证词 国防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了一名风险投资专家的证词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最近三年给华为提供了大约750亿美元的资金 以帮助华为公司的发展 这使得华为可以用低的荒谬的价位出售其设备 确诊感染了武汉病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医院接受了短暂治疗之后 本周一重新返回白宫 周三他在推特上公布了一段在白宫录着的新视频 视频中他称武汉病毒大流行是中国的错 他说如果你们被感染了 这不是你们的错 这是中国的错 中国将为对这个国家做出的事付出巨大代价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感染武汉病毒之后 社交媒体上有中国公民庆祝特朗普的感染 该事件引发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权下 中国公民心理健康的辩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